以前我們譬如說 林康正理的時代都應該還是一樣 我們是比較 那時候也可能要分區 但是比較就不跟現在直資一樣 你沒有錢就免民 就比較有機會 尤其是有些學校 譬如拔萃 甚至乎他們是專門留一些位置 收一些基層學生 就是初遜一點 希望那個階層 希望他們可以忍住他們的知識 去改變命運 就是永遠 我講過超級一萬次 這個世界上不如以示實上 999999 原來多人付錢 可以全部放回 我以為是越難擠 你老婆 不是 阿婆那件衣服幹甚麼 又紅又黑 黏著線